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家庭清洁 魔法微波炉清洁法 二厨房小技巧 刀具保养与魔力 三卫生间奇妙空间 创意卷脂收纳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家庭清洁 魔法微波炉清洁法 各位亲爱的家庭清洁爱好者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古老传说中的清洁秘法 魔法微波炉清洁法 这个方法简单到让人怀疑 是不是古代巫师仪留下来的秘籍 只是后来被误传成了食谱的一部分 首先 我们的准备一个微波炉 这个神奇的现代魔法箱子 不仅能够在几分钟内让你的食物 从冰冷变得热腾腾 还能帮助你进行家庭大扫除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微波炉不仅仅是烹饪的好帮手 它还是清洁界的隐形冠军 接下来 你需要一个微波安全的碗 里面装上水和一些柠檬片或者柠檬汁 柠檬不仅仅是用来装饰饮料或者提味的 它还含有天然的清洁成分 能够帮助我们打败微波炉内的污垢和意味 将这个桩 有水和柠檬的碗放入微波炉中 设定高火力加热大约3到5分钟 这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翻阅那本你一直没有时间看的书 或者给你的植物浇水 当然 如果你喜欢冒险 你也可以就站在微波炉旁边观察这个魔法秀 当时间到了 打开微波炉的门 你会看到一个充满蒸汽的神秘空间 这些蒸汽就是我们的魔法武器 它们会软化微波炉内的食物残渣和油脂 然后 你只需要一块抹布或海绵 轻轻一擦 那些顽固的污渍就会奇迹般的消失不现 最后 当你打开微波炉的门 一股清新的柠檬香气扑鼻而来 你会发现 这个看似普通的家用电器 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魔法力量 这就是魔法微波炉清洁法 一个让你的微波炉在几分钟内中火 新生的神奇方法 记住 这个方法不仅仅是清洁的好帮手 它还是一个绝佳的家庭娱乐方式 下次当你的微波炉需要清洁的时候 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让你的家人惊叹于你的魔法技巧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厨房小技巧 刀具保养与魔力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谈谈关于厨房中的武士 刀具的保养与魔力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角 厨房刀具 这些不锈钢制成的厨房忍者 每天都在为我们切 剁 拍 砍 无怨无悔 但即使是最勇猛的武士 也需要适时的休息和保养 否则 它们就会变得顿色 失去了往日的锋芒 那么 如何保养这些厨房中的戾气呢 首先 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刀具的清洁 每次使用后 都要用温水和温和的洗涤剂 将刀具清洗干净 然后用干部擦干 记住 湿气是刀具的天敌 就像水是猫咪的大敌一样 长时间的湿润 会让刀具生锈 失去光泽 接下来 我们要讲讲刀具的存放 刀具不是随便扔在抽屉里的小玩意儿 它们需要得到妥善的安置 可以使用刀架 刀套或者磁性刀条来存放刀具 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刀刃 还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想象一下 如果你随手将刀具扔进抽屉 下次你去摸索时 可能就会上演一出手指与刀刃的不期而遇 那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剧情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如何 让刀具保持锋利 磨刀 补物砍柴工 一个锋利的刀具 可以让你的切割工作事半功倍 你可以使用磨刀石 磨刀棒 或者磨刀器来磨刀 但记住 磨刀也是一门艺术 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耐心 你不是在玩水果忍者 而是在进行一场精细的手术 角度 力度和技巧都需要恰到好处 否则 你可能不是在磨刀 而是在毁刀 最后 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古代日本 武士们会对自己的刀具 进行刀剑入魂的仪式 认为刀剑中 寄宿着自己的灵魂 虽然我们现代人 不需要那么神秘话 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对待刀具 要有一种尊重和敬畏之心 毕竟 他们是我们制作美食的得力助手 也是厨房中不可或缺的伙伴 所以 下次当你拿起厨房中的刀具时 不妨对他说一声谢谢 然后给予他应有的保养和魔力 这样 他们就会更忠诚地为你服务 让你的厨艺更上一层楼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卫生间奇妙空间 创意卷指收纳 当然 卫生间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小角落 自古以来 就是人类私密思考 和灵感迸发的神秘空间 在这个被瓷砖和拮据占据的领域里 卷指无疑是一位 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然而 随着现代设计的不断进步 卷指的收纳方式 也变得越来越有创意和趣味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个朋友的卫生间 发现卷指 不是简单地挂在墙上的卷指架上 而是巧妙地藏在一个 看似古籍的书架里 这不仅仅是一个收纳空间 它还是一个谈资 一个让人忍俊不惊的设计 你轻轻拉出一本书 哦 原来这里 藏着备用的卫生纸 或者 你可能会在某个设计感 十足的卫生间里 看到卷指被整齐地码 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容器中 就像艺术品一样展示着 没取用一卷 就像是在创造一次视觉上的享受 这不仅仅是收纳 这简直是对卫生纸 存在意义的一次送客 有些设计师 甚至将卷指收纳 与家居装饰相结合 创造出既实用又美观的解决方案 比如 一个卷指数 不仅可以存放多卷卷卫生纸 还能让卫生间瞬间充满生机 每当你从树上摘下一卷指 就像是在采摘知识的果实 既满足了实用需求 又给人带来了一次失忆 当然 这些创意卷指收纳方式 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或者好玩 它们也反映了 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和个性化的表达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 展现主人品位和幽默感的舞台 所以 下次当你踏入卫生间 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 被巧妙收纳的卷指 它们可能 不只是简单的生活用品 而是一个个小小的空间艺术品 等待着你去发现和欣赏 毕竟 在这个需要时刻准备好的空间里 一点创意和幽默 能让日常的必需品 变得不那么频繁 各位家庭清洁爱好者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一些 有趣的家居清洁小技巧 我们从魔法微波炉清洁法开始 通过使用柠檬和水 让微波炉重获新生 接下来 我们学习了如何保养和魔力厨房刀具 让它们在我们的烹饪旅程中 保持锋利 最后 我们探索了卫生间创意卷指收纳的世界 让我们的小小私密空间变得更有趣 通过这些小技巧 我们不仅可以更轻松地保持家居清洁 还可以带来一些乐趣和创意 家务事并不总是那么无聊 我们可以用一些有趣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并将它们变成一种娱乐方式 我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够为你的家居清洁 带来一些帮助和灵感 如果你有其他有趣的家居清洁方法 或者想法 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记得留言告诉我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